今年3月1号起高空抛物正式入行 这意味着高空抛物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道特责任的问题 而是触犯法律 今年以来我们栏目也报道过 多起高空抛物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 近日绍兴月城又发生了一起 一位前女士报警说 自己刚刚买的宝马车 被一个高空坠落的酒瓶给砸坏了 民警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前女士的宝马车车损严重 车顶玻璃被砸得凹了进去 因为我们无法判定说 具体是什么一个东西 就是给它砸坏的 然后这时候就是边上的围观群众说 就是可能是在边上的这种居民楼 住在五楼的一个老头子 就是可能喝完酒之后 把酒瓶砸下来造成的 根据群众提供的信息 民警随即赶到五楼 敲开嫌疑人家门进行确认 但嫌疑男子并不承认 酒瓶是自己扔的 尽管男子失口否认 但最终在现场邻居们的指认下 男子还是承认了 自己前一天晚上 喝酒抛酒瓶的行为 据了解 嫌疑男子姓朱 七十多岁 平时喜欢喝酒 当天他因为喝了一瓶不到黄酒 然后情绪比较激动 就随意把这个酒瓶子往窗外扔下去 根据警局反应 他平时也经常喝完酒 也随意把东西扔出去 最终在警方的协调下 朱某赔偿了前女士 一万四千元的修车款 而朱某也因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罪 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